主料,低筋面粉130克,糖粉70克,鸡蛋1个,玉米油75克,盐2克,小苏打2克,泡打粉2克,黑白芝麻,核桃,面粉,糖粉,小苏打,泡打粉,盐还有烤的面粉过筛到盆里。 烤面粉是把低筋拿出一半,放到烤箱170度烤15分钟,拿出然后过筛和盛面材料一起过筛即可,把鸡蛋和油倒入面粉盆,合成面团,休息30分钟,揉好的面团沾上芝麻和核桃,每个面团占25克,放入烤箱中层,170度16分钟,烤好后焖10分钟再拿出,烹饪技巧。 烤面粉时间不易过久,看着变色即可,阴望几百周口树下,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,时间要根据自己的烤箱而度定,看表面惊慌即可,芝麻和核桃不放也可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